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文火熊 這一次要來修理這個喇叭 那 這喇叭是由一個焊接的線斷掉 那我現在就是要把 線重新焊回去 對 就這麼簡單 這個焊接的東西其實很便宜 就是所謂的焊洗 那如果有興趣 對電子產品類簡單維修 DIY也可以考慮買看看 那我這邊是跟別人借的 對 我才不要買這種東西了 買這種東西幹嘛 好 那首先就是 先把這個喇叭 整個拆開齁 就四個螺絲都拆開就可以拔起來了 那我們打開吧 好 這樣就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看到這邊很多線齁 然後 這個喇叭是一邊不會有聲音啦 所以說你看這邊這一根 這一根有沒有 這一根 這一根整個斷掉了 好 就這樣 所以我要把它焊起來 好的 那我用撥線鉗把它撥開齁 那如果沒有撥線鉗的話 其實用那種剪刀就可以了啦 只是我有撥線鉗 所以我就用撥線鉗比較快 欸 這個太小了剝不開 好吧 沒關係我用剪刀慢慢刮好了 好的 均勾千辛萬苦 終於把它剪好了齁 這個線真的太細了 不小心用力一點它就斷掉了 好吧 那現在就可以用電烙鐵把它繞起來了 好 那我們去用電烙鐵 好了 那大概焊起來就是這個樣子吧 那其實我操作這個也沒有操作過很多次啦 所以說我也不確定有沒有成功 好 來試一下吧 那我現在來拉看看會不會斷掉 拉 拉 好 斷掉了 好 沒關係我重焊一次 好的 那我完成了焊接 那最後因為它實在是一直跑掉很煩 所以我用膠帶把電線跟焊接的點黏好 就是它固定好之後再焊就方便輕鬆很多啦 那我剛剛小測試了一下 就是拉拉拉拉拉一下 都沒有掉下來的痕跡 那我也不確定它是好還是壞啦 因為我焊接機真的蠻爛的 所以說我們先拿去測試看看它是好的還是壞的 好的 那看來是沒有修好 那我發現我剛剛焊上去的是電源線的 所以說根本就不是這顆喇叭 壞掉這顆喇叭的音源線 所以說這顆喇叭應該是整個壞掉了 所以說無解啦 那這組差不多就可以報銷啦 或者是以後看到哪裡幹嘛就再說吧 好吧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可惜自己失敗告終 原本以為應該會成功的 對 好吧 那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囉 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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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